停班停客 停班停客 打開人事行政總處網站 幾乎全台縣市都有停班停客資訊 有民眾一早看訊息 以為天氣有意象 一早氣象局電話就被打爆 我們同仁從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 都接到了不少的民眾來電詢問 那昨天的這個狀況是在 人事行政總處是在進行一個測試 雖然在譬如說颱風或豪雨的期間 氣象局會提供氣象資訊 給各個縣市政府參考 不過停班停客的決策 還是以各縣市政府為主 看網頁要看仔細 上面斗大的測試兩次 原來沒有颱風架也沒有高溫架 大家還是要乖乖上班上課啦 不過受到太平洋高壓影響 天氣晴朗炎熱 週二花蓮飆出39度高溫 氣象局持續針對花蓮發布高溫紅燈 有連續38度高溫出現機會 台北橙色燈號 北東南一共8個縣市要注意高溫 今年5月突破高溫記錄 接下來還會更熱 目前有資料上面來看的話 今年有可能是往反勝因的方向去發展 也就是說在東太平洋的 海溫會比氣候上面來的稍微冷一點點 在全球暖化的情況背景之下 其實高溫的確是會比較容易出選 普遍偏暖趨勢下 本週五前各地高溫炎熱上看38度 週六日雖然封面接近 南部移封面城堅有雨之外 各地午後鎮雨機會也增加 但還是偏熱 本週戶外活動一定要注意 補水防曬小心熱傷害 記得黃天耀 陳俊根 太誇張了